周小小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关心别人呢 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 从今天开始 你不准住自己家 你右边是不是 那要我去吗 住我家 住你家 还有 你不准再离开我事情 你不准再离开我事情 许医生说让我跟他一起 真是把我吓给你家 不过这里的员工宿舍还挺不错的 你真舒服 不不不不 怎么可能呢 他身边都是一些明星模特 怎么可能看起来 其实 本解除的评论好像还可以 嗯 还是有点热 哼 说不定 他就是喜欢我照顾 是啊 确实平了一点 不过我不会嫌弃你了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这是我家呀 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你们要去住的 你疯了吗 我跟住一起会被人误会的 误会 误会什么呀 我们是夫妻啊 你 好了 接下来要做一下该做的事情 你你别乱来 我还没准备好 我们不可以这样 而且我可不是那种随便的女人 呃 你 你你你你紧张什么呀 你女儿 吃个蛋糕而已 不是你跟爱丽说 要咱吃个蛋糕 干不干净 你我 你罚我 走了我错了 那你现在要干嘛 我想嗯 我我我不想想你 啊这个你不要看 哎 你还给我 对不起 这一次是我做的 哎 后面的不要念了 不要生气了 就让我叫你一声老公 这一次就叫你一声老公 老公 我们上不了了 有必要把老公念这么多面了 有必要 非常必要 我不仅要念 还要把你珍藏起来 嗯 这是你第一次叫我老公 救命啊 好了 我到了 时间不早了 你要走吗 你可以不走 嗯 不过 你还是走吧 你说消发我 你消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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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听实话了 他是想要亲我吗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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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总不好了 你快去看看韩小姐吧 她的助理说 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不吃也不喝 今天敲他门也一直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是 走 小小 走走快快快 我们一起走 你妈 许总 被药物拿过来了 许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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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救护车 是什么 好像是安眠药 快去叫啊 喂 许总不好了 语药小姐不见了 什么 医生说她一进急诊室就醒了 只是最近一直熬也没有休息好 一下子就昏过去了 但是我们在去病房找她的时候 她已经不见了 有新消息了 监控拍到语药小姐去了 福安新区的绿地公园 福安新区 你们等我过来 怎么样 还有一条消息是从员工大楼那边发来的 工作人员在打扫房间的时候 发现 许儿小姐遗留的手机 平保上面有 许儿小姐的文字留言 她让我们不用报警 她复理完四十 马上回来 不用报警 她这一次啊 实在是太任性了 许总 你可有点奇怪 怎么说 客房里明明有纸和笔 对 可是有人为什么还是用手机留言呢 有可能 是她手机里存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特意想要留给我们 也不是不可能的 万一 万一她发生意外 我们也能从中找到线索 应该不会吧 我明明已经给她下了禁足令 是不是她伪装子 自杀趁机逃走 不对不对 这也不是她能想出来的办法 你是说她现在 可能和危险的人搅合在一起 哎呦 韩小姐 本人比照片更好看呢 怪不得拍的片子都那么有韵味 少说废话 你到底要我看什么 韩小姐脾气不小啊 这么大声 是要引起路人为官吗 开个玩笑 什么 这不是我 这是何成的 这是你 另一个你 一个活生生的你 你是说 这个人整容成佛的样子 看来你们布局很久了 光整容这一项 就要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 你们这么做难道就是为了对付我 当然不是 我们只是想和你合作 合作 看来我喜欢消除网上那些谣言 是要花费不小的代价